三個人 通常是必有我詩 但我覺得不是的 每個填詞人都不是自己 突然間有一個拜到詩 通常是偷偷偷回來 一定有些東西你覺得喜歡 可能你喜歡唱歌 假裝陳奕迅 假裝白鴻 然後就走出這條路 填詞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些東西 寫的時候 有些虛線找出一些資料 以我所知最原祖的填詞人 就是鄭國光 盧國占 黃占 他們都認過或說過的 那些東西怎麼來呢 就是在粵劇 粵劇就是唐力生 剛剛是唐力生那一集 那時候五十年代或之前 說一些情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古詩古文都走出來 然後有一次潘元良 好像潘元良說 因為林鄭強不會自己說的 林鄭強經常在褲袋裡 廚房佬就是馬經 林鄭強原來攝著粵曲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些粵詞 粵曲的一本什麼東西 他有空就在那裡刨 刨什麼呢 原來粵曲裡面的風、花、雨 全部那些東西 他就在林鄭強那些東西裡 什麼筆記的風 或者張國榮的春夏秋冬 把四季、鳥、花、雨 所有東西 用自己的方法滲下去 所以林鄭強不是自己想出來 又不是他 他把所有的舊東西 用會貫通 偷詩這個字 不是一個動作 是一個偷回來的師傅 我覺得是這樣解釋 我自己都認 我偷的東西很多 因為我再厚幾輩 林鄭強偷 佩元良偷 武俠那些也有偷 金融 那些也有 那時候同時一起填詞 還有什麼未曾寫過 又拿來擺 那陣子有些東西 宇宙 有些可能輪迴 佛那些 不是佛來講 林鄭都已經把金剛經 那些東西丟了下去 林鄭都在找一些新的東西 丟進去流行曲 做些什麼未擺 其實都越來越少 要不就自己再找一些新的東西 出來搞下去 那你有沒有什麼 明顯偷 或者自己很喜歡拿來帶著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我本身寫東西的時候 已經是由偷開始 由林鄭開始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還有我本身是讀理科 所以我很後期才接觸文字 文字 所以我最初就算寫文 我很長一段時間在學忠曉揚 嗯 是的 他有很多情的句子 很深情的句子 或者之後慢慢變成偷思維 多於偷詞語 是的 對的 之後忠曉揚有寫歌詞 我還記得他幫王允寫了一首 就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裏面的思維就是反過來的 就是天黑不一定是晚上 可能是拔了一塊布 遮住了陽光 就是這些扭轉的思維 我就變了很有興趣 去到我之後就是學術上的東西 我就變了偷一些學術文的思維 譬如他顛覆童話 童話原來是窮人用來令自己安慰一點 所以之後寫一些有關於幸福 或者童話的東西 我就會將他的結局扭轉 我想我和你的過程差不多 或者方式都差不多 都是從一些文學作品 中曉揚我都很喜歡 裡面去拿一些靈感或者啟發 原來可以這樣想 而我當年早期做劇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劇場 是將性別調轉 在裡面我負責寫劇本 所以我要將幾個很出名的童話故事 裡面的男女角色調轉 譬如雪姑七友 那七友是女人 雪姑是男的 那故事會是怎樣 是另外一些東西來的 然後你會激發到人們去思考 那些東西 調轉一向約定俗成的那種觀念 那種概念 而這些東西你會覺得是頗好玩 還有很刺激到我們之後 會去看不同事物的一個perspective 有一個實驗是好 我現在想和你試試 就是交換位置 你又不試試 坐在我這個位置看 這是其中一句劇本 你坐在我的位置看 你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你不要習慣坐在你自己的位置看 所以這些如果你說是偷師 都是某一種偷師 那我們現在換一換位置 你說如果要偷師的話 不如偷一下這些 在我們日常生活上 或者創作上 固然是有很多參考 我們需要參考很多不同人的作品 然後在那裏拿一些啟發 但是我們接觸不同的文藝創作 其實都是在告訴我們 有些甚麼原來是在我們自己的創作上 都會刺激到你的思考 自己的語言是有限制的 有時你其實是心裏面的感受 你是未有辦法有一個邏輯去說出來 所以除了偷師為 我有時會很留意別人怎樣去想那些意象 有時會很快就是看新詩 新詩我都看了很多 這件事對我來說也是某一種啟蒙 譬如鍾曉陽 他初出道時還未寫很多詩 他寫小說多些 而詩我看了很多台灣的詩 那時候有一個叫啞圓的詩人 最後有鄭愁宇那些 開了很多眼界 原來句子的構造是可以這樣 或者有些甚麼新的詞彙 有些字原來其實我們香港人 可能讀那種中文有些不同 是很少用這些字眼的 但是其實近年就多了很多 因為台灣文學或者台灣文化影響了香港很多寫作人 所以都普及了很多 但是當時你說如果我要真的在某些已經年世的作品裡 去拿一些靈感或者啟發就是那些文藝作品 或者當時所稱的文青喜歡的東西 即是那些新詩或者新小說 甚至有時候我會看日本翻譯小說 都是看到很多不同的思考模式和他們講故事的手法 甚至是他們的取材 是很inspiring的 日本那些好像比較容易弄 新詩因為我少看 因為有時候看到自己卡住 不知道去了哪裏 因為新詩有些是挺好看的 有些看都不太明白 然後又放棄了大部份的新詩 除非有人說很划算 反而去看看古詩 古詩最簡單不會有多字 或者一些外國的詩集 那些聶羅丹 或者辛波斯卡 那些經典小說 他們那些很實正 但又未必適合那個時代用 但他有幾句之內去講 反而外國的經典詩會看 因為台灣詩真的有時看了三句之後 為何作這麼大本 有時有點怕 這些都是要撞彩 撞回來的 即是緣分來的 剛好找到那本 或者看到那幾句很重 你就會繼續追下去 即是看你的成品 亂抽本 總之不可以買回去 對 就是這樣 所以都是撞彩的 我都說我小時候不合群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把自己 躲在書後面 甚麼書都揭一大餐 當然是比較文藝 文學性重一點 那些工具書我完全不看 因為我覺得我看不明白 看不入腦 那時候我偷過一次 因為我要寫一個關於裁縫的歌詞 很棒的 看下看下 我完全對車衣 我最討厭這些東西 所以我真的去書店買了一本教車衣 很好玩的 其實你都不太明白它的步驟 但你會知道那些方法的節奏 即是語言的節奏 即是一針跳下去 然後又怎樣 你會大概融入節奏在腦上 那我就放了這些節奏在歌詞上 是的 好像學多了一件事 雖然你沒有做 即是無論你 它們要搏口為順文易文 這些字眼可以丟進去 即是不是太複雜的字眼 但又可以變回一些情感的東西 我都寫過類似的東西 我又是完全不懂這些東西 即是如果有一項要寫釣魚 那你就去找那些釣魚雜誌 你會知道那些魚是什麼種類 或者牠們在做什麼 我常常去做一些很偏門的東西 因為其實一個步驟裡面 你個人瘋起來 或者是職業病毒的地步 你是隨便拿著一本馬經 馬經 再編一點馬經 你都會有歌詞裡面 那當然 只是馬名都可以寫到很多歌詞 把馬名組合起來 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去找 始終都要圈回某些東西來用 這些東西倒閥不是 但其實很多都很軸 什麼贏多多 什麼錢 斜腳大師 他們喜歡那些好意頭的東西 但有些很厲害的 我記得有一隻叫天子駕鹿 原來是一個天子才有六隻馬 那是馬車 其他不可以 很厲害的 有些馬主其實是飽讀詩書 八逢九字 原來是術數的東西 也是一個叫紫薇羊的人改 很多這樣的有趣的東西 財經版也有東西看 什麼陰陽足 基本上只要我們拿起任何一份 充滿文字的東西 無論是報章雜誌 或者是真的一本書 一本印刷出來的書 你翻一下翻一下 你一定會拿到一些東西 你不會失望而回 所以我覺得可能 我們知道這麼怕的工具書 都是一種很好的工具 只不過可能不適合我們使用 一未適合 有人會覺得很有用 只是Taz的名字 窮爸爸富爸爸 有人用了這個名字 類似這些名字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沒錯 其實都有的 我只是借了某本書 裡面某一句的兩個字 或者三個字 以它來做歌名 譬如艷陽天 艷陽天也是書名 同時有很多其他名字 這三個字太容易用了 所以這些都是 可能是某一種借泥洗洗 都是偷啦 總之就是 借什麼 直接拿去 沒得玩 不過有很多用書名 慶祝無意義 都是米蘭坤特賴 很好用 突然間那股味 升了 沒錯 譯書也經常被林夕和阿Y 拿來用的歌名 所以其實 譬如艷陽天也寫過一本書 沒錯 所以沒有東西做 填詞也想不到 你自己走進去書店 多些年輕人 還有那些書 種類比較有趣 還有那些名字 擺位法 是有奇怪的 所以沒有東西做 通常我都會在裡面 走一個小時 我至少可以拿到六至七條書名 是適用的 進去直接偷東西 不用錢 偷書又是爛東西 遷取別人的封面 這個書名拿走 其實是 我一開始想不到這些 待定一堆書名 我簡直去到兒童圖書裡拿 兒童圖書的書名 更加 catchy 因為要吸引小孩子看 或者是家長買回去 什麼滑鼻屎 你怎麼寫一個歌名叫滑鼻屎 叫我年輕人不要滑鼻屎 其實可以的 不知道怎樣 有機會 那些歌的兒童圖書 他們的故事是很短的 因為每頁只有一句 一路就很順暢 好像很重複 永遠是最後一頁就突然很感動 這些是歌詞心法 對 就是這樣偷回來 你這分鐘是五分鐘 三分鐘都不用 三分鐘看完 就是你這首歌的backbone 現在放回去 記住它 抄下來寫一份詞搞定 就交到房子 還有近年又再多了一些 所謂去拿靈感的地方 就是那些劇 那些日劇、韓劇 其實他們很多金句 那些編劇很厲害 寫一下有些東西 還有在我們不懂的外語 口中說出來的 那些句子如果用廣東話說 很噁心的 很肉麻 不知為什麼在他們口中說出來 沒有什麼事 這句話可以繼續發展 或者這兩個人的關係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甚至是一個人的性格 你都覺得可以發展成一首歌 一個小小的橋段 或者主人和貓的關係 或者他們談過什麼 這隻貓怎樣對主人 主人怎樣回應 都可以是一個題材 朋友呢 朋友之間 你們會不會特意想知道 他們的愛情故事 等他拿東西的時候 就這樣聽就這樣寫 這些 出了也不告訴他 這些是免費的 最喜歡出來聽 送給你的 對 失戀這些最好 像剛才這樣說 八卦娛樂新聞 未必是香港 或者你不認識的 可能去到外國 那些 有些再奇怪的 那些 不知等了你二十年 那些 這樣的橋段 效果的嗎 真的有 你的電話號碼 對 我寫出來 一定會被歌手監製 這傢伙真的這樣 然後下一個 不知道被我鬥快寫 就會拿這個橋段出來 我等了你二十年 其實羅生門就十年 這是二十年的雙倍羅生門 但最重要是他的電話號碼 那個就是那個橋 寫了 類似的事情發生了 電影都會偷氣氛 譬如有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給我的歌 我就會想到一些血腥一點的東西 那我就要看一些溝片 那就拿個 因為平時不會有些血腥 但他有沒有指定要寫血腥的東西 那些 有指定故事 血腥的東西是可以配合到的 有了《Bat Bone》 或者有劇本 對 之後那些要暴力一點 三級一級自己跳 是的 但他們每次給我的歌 都有一種很血淋淋的畫面 當然那個briefing 譬如南湖寺那些童話故事 就是殺老婆 所以通常這些 或者關於鬼怪的東西 我就真的會拿套戲出來看 他們又不是說 這麼公司 反而他們有粉絲 就是因為這樣存下來 因為外面是不會 大公司不會做這些 你未過監製已經 不要說出不出街 是的 其實我們都是覺得各思各法 所以每一個人最好都是出去到處撞 到處去亂碰亂撞 你會撞到一些你可能平時不會想到的一些資料 或者一些場景 或者一些你所說的那種氣氛 你這個人要很常常吸東西 或是你很喜歡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一直不是說要做一塊海綿嗎 你吸的那些可能有些是華人 但照吸就不要管 吸完之後你自己再寫 你的身體或你的思想 其實基本上應該有排毒系統 你知道有些什麼是適合的 什麼不適合的 就快點把自己扔掉 不要浪費自己的 RAM 然後就可以放入 或滲入你自己的創作裏面 就好像打場仗 你可以看周地死屍很慘 其實另一邊會看到有些 另外一邊有希望 好像很老套 但真的在難民裡面 現在我看到的照片 那些小孩是開心的 因為有人做義工 在這裡扮靠人物 他們好像有多開心 就是看你自己的鏡頭怎麼擺 很多事情同時都在發生 所以我很喜歡爛戒 我媽媽從小就說 很多東西看 看別人吵架 貓追狗也好看 偷聽別人吵架 最好 一吵架就走近一點 尤其是吵到女兒開始哭 抱她 不要 不要 但大家又要留意一點 現在人們吵架的內容 真是吵架過以前很多 而且他們的用字和修詞 是不太行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精進一下自己的用字 正所謂 認識別人都要識字 你不可以只是認識別人 你和別人怎樣溝通 怎樣聊天 甚至吵架上來 吵架的養份 都要有些養份 不要說全部都是 你壞人 我不是吵架 我不是吵架 吵架 你要精準一點 吵人也要吵得狠一點 露出半個龜頭 這樣吵人 當然要 訓練自己的腦筋 很靈活 你會懂得聽別人的圓外之音 其實現在我們寫歌詞 就是寫圓外之音 直寫會拉 當然寫圓外之音 但現在反而 好像人們要你這麼白 寫得這麼白 有時候可以爭辯 例如你不用十句都是 兜口兜面 你給我三句或四句 一半也好 幾巧功夫 以前古典文學 清朝時都有 特地寫得歪了 突然間一兩句 然後其他都不是 很多原因 其實這有趣 他們會分析 當時那個年代 他是不能說的 有些話得罪過皇帝 他會斬 他就說了另外的無尼拉位 看你的功力 或者看以後寄人的分析能力 這些就很明顯是 但其實那個趨勢都應該會是這樣 大家 練定功 無緣無故說幾句 你又不知道是甚麼 我又很難解釋給監製 聽是甚麼 但遲些你會知道是甚麼 是有聲音 是 這是好玩的 但如果那個歌手 真的不明白到 問你 句句問為甚麼 這就是 給他一點時間 解釋他 是 偷詩 這個詩很重要 但其實那個偷 我發現不是每個人 一下子就會有這個習慣 是 我們也不是說 一定要鼓勵大家要這樣做 而是 我都說了 各司各法 你用一個你自己覺得 最舒服的方式去做一些 去拿一些資料 這樣就可以了 偷和撻是有意識上的不同 其實都是類似的 撻就不太說 偷就撻就撻臉 例如拍攝你是從小到大 就對很多東西就很少偷 撻也沒有嚴重 偷心呢 多不多 偷心也是其中一樣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寫一些歌詞 然後又得到很多人的喜歡 都算是某一種偷心 當然你不是說非法 而是你偷偷地進入別人的心 那種偷 即是不動聲色地去做一些東西 又不是放下一些東西 就是潛入去 一個合法的潛入行為 從小到大就已經是對所有東西都很好奇 或者已經會想很多方式 還是 那時候未入行就不會想那麼多方式 但是喜歡看很多自然科學的東西 總之我媽媽放我去書店幾個小時 回來收拾我都可以 我慢慢都可以 反而我是讀文科 所以我對理科那邊也有興趣 小黑也是讀理科的 又是跟你一樣 後來他就去文那邊 找到這邊的 所以不關文和理事 看你自己個人有多八卦 和對這個世界的知識有多渴求 其實很多時候好像你這樣 小時候沒有好處 找不到錢 我自己喜歡看而已 那你不要理我 你本身有一個這樣的性格 其實是一個挺八卦的人 其實都是填詞人的一個入職條件 如果什麼都沒有所謂 其實你不會入到這一學